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体育再现 2013年7月的一天 体验真功夫剧组在河南省的一个小县城里 开始了第一天的拍摄 从这一天起 我们逐渐接触到了一个古老而神秘的领域 那就是中国传统武术 我是体育记者颜飞 过去的一年 我走过了众多的武术流派 为的就是探寻中国传统武术中 至今仍不为人所知的秘密 武术嘉宾赵济龙 来自澳大利亚 实战派武术家 国际格斗赛事形象大使 作为专业人士 他负责为我们讲解 普通人难以理解的武术知识 并通过与高手过招 给我们更加直观的印象 这样我本来想花眼睛 但是在他改变方向 这样的话他就蹭了我一下 就蹭了一下 我这个手 往前面是一蹭的情况下 这个手已经支持 咱们这新买的衣服 真是不行了 已经爆笑了 可惜了吧 Eric 美国人 我们的另一位体验嘉宾 他对神秘的中国功夫 无比向往 想通过节目 学习其中的一招半事 2014年春节前夕 体验真功夫剧组 开始了第二季的拍摄 而我们也迎来了一位新人 他来自俄罗斯 中文名字叫白保罗 业余拳击手 他希望用拳头来体验中国传统武术 另外除了新面孔 新的武术流派 我们也在尝试引用一种新的方式 为您解读传统武术 敬请期待体验真功夫第二季之 八级威风与披挂神功 是满载的幸福 是百万的信赖 至真至美 新一代福美来M5 我能为您做些什么 我能为您的品牌 赢得更多的信赖 让您的身影 遍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这就是我 装饰金桥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的人的重要器官 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 增加百分之二十五 即便他们从不吸烟 而且最可怕的是 百分之八十五的二手烟 是肉眼看不到的 支持公共场所经验 为自己 为他人 作弃 老师 老师 超级威风 照顾 解读精彩赛事 品味运动人生 欢迎收看体育在线 我是冰贤 上周我们一起领略了八级拳的威力 这种讲求近身短打的功夫威猛无比 但近身短打并不是质地的唯一利器 同样发源于河北苍州的披挂拳 就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风格 这是一种讲究放长积远的传统拳法 劈 势如破竹 挂 拨打撩音 刀 剑血封喉 棍 如风似魔 我是白保罗 是个刚来中国的拳击爱好者 我是赵继龙 习武二十多年 注重实战 我是记者颜非 一个完全不懂武术的普通人 三人亲身体验 只为寻找真正的披挂神功 2014年春节前夕 我们在北京体育大学 找到了愿意为我们展示传统披挂拳的师傅 王花峰 披挂拳重要传人 北京体育大学教授 他同意为我们安排一场实战球球 披挂拳呢 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拳法 它跟绝大多数中国其他拳法不同 训练方法非常有意思 一会儿你们注意他们的双手 一出手 他滑得下去 第一眼看到这个拳的时候 真是拳如其名 披挂 但是整个手臂感觉软绵绵的 到底有没有力量呢 从动作上完全看不出来 我们真得用实战来检验一下 保罗20岁 擅长拳击 身高1米83 体重78公斤 邱征22岁 披挂拳学员 身高1米70 体重67公斤 开始 好 撤 预备 开始 开始 尽量的 会有摟抱的动作 对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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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征在实战中用到了我们传统武术披挂拳的猛虎硬爬山和单劈手 看得出来秋征在实战的时候在有意识的做一些披挂拳的动作 秋征1米70保罗1米83身高与臂长上的差异并没有让保罗在实战中占有优势 据王华峰老师介绍 这主要是由于披挂拳放长肌远的特点造成的 而要在实战中体现出这种能力就要进行一种特殊的训练 我刚才看您练习的时候咱们那个同学们那个手都已经练得红了 那种都肿了的状态他是不是打的对方会更重 应该是打上更重 练了后的效果他这个手沉了 因为他练完他胀的为什么胀的 血液通到手背上他能够比不练之前要重 气血通透你打出来的例子通透 手臂四边拳头四锤 披挂拳要求席练者把身体的烧结当做武器 在胯部及肩膀的带动下将武器抡出去 于是就有了这种看似绵软的训练方法 然而就是这种类似于甩手的训练方法 真的能够在实战中增加进攻距离吗 为了更进一步解密披挂拳 设置组决定让我来亲身体验披挂拳的距离优势 我们的规则是攻击长度必须是刚好一臂距离 保罗由于惯性向前迈出一步 因此这次击打不效 由于被卡住了身体 保罗的击打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力量 秋针出场他的攻击半径也同样是一臂距离 开始 这个力量很大 那我应该再远一点 我觉得你刚才是刚刚能碰到是吗 位置没变吧 你的拳可以到我的很深的位置 这次他去挂链的就是这个 他力的时候他有这个 那我再远一点试试 这种能倒上来 一拳的距离是什么 差不多啊 他还可以更往上一点 他还有余地调整 对对对 体验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但考虑到保罗和秋针出拳时的身体倾斜角度等问题 这个结果还有待伤却 要想真正解开披挂拳放长机缘的奥秘 我们把王花峰老师请到了动作捕捉系统的实验室 这是一套用于专业领域的动作捕捉系统 它的作用就是把王花峰老师的动作数据化 经过计算 一周之后工程师将为我们详细解析这些动作的奥秘 在等待数据的同时 我们一行人来到了武术之乡河北苍州 而这里就是披挂拳的发源地 根据考证 明代中期披挂拳就流行于民间 而到了民国时期 经过武术大师郭长生和马英图的共同改进后 沧州的披挂拳 作为沿袭演练的高级拳术 在当时曾风靡一时 而经过改良后的披挂拳 传到这一带 王志海老师就是我们必须要见到的一位 这一带是说的 这一带是说的 手上了 他出现骂你 出现 过来一句 说了 走走走走 咦 这看 这这 这玩意是粮食的啊 这手给手一交给就打起来了 一切到 你看这手帽子了 啪打起来了 你看这一带 第一道了 得俩这个东西 这手快 王志海 河北省沧州市沧县人 21岁 拜披挂拳名师 郭长生的儿子郭瑞祥为师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家委馆 就是他创办 主要教授的就是披挂拳 我们这次来的目的 就是让保罗学习正宗的披挂功夫 并与王志海武馆里的徒弟 进行一场披挂拳实战 看到王志海老师对保罗的训练 他还是强调这个披挂起来 但是在实战中 其实你披的幅度越大 他的破绽其实是越大的 他真正能在实战中发挥这种作用吗 好 你想你适合披挂的东西 因为你这个收窗 臂窗收大 两正最好 皮挂拳的基本动作 比拳击的基本动作更难 在皮挂拳 你要从下面往下面动你的手 要一直放松一点 拳击的时候 你要一直有一点点紧绷着 保罗看似强壮 但他的最大问题是他放松的不好 而王老师放松的非常好 这种放松就能产生一种杀伤力极大的松沉劲 哎 挂一下 他这个手啊 他不用 想法上这个手啊 不让你脱收 做出来以后吧 对 有点一个 看 你这个 你都叫做别扭了 你硬啊 大不行 硬 转 这个手给手碰了一块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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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胳膊出 你看 我有心吧 那大 你看 你看 他就 他就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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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这个 怎么大了 他说 他说不了 你得大了 他 你看 外这 他 他 他 螺旋里 管靠他那个影扎 是不像的 对 一要碰到老师的胳膊就非常疼 真的疼得要命 啊 暂停一下 我一点也不能再继续 因为真的很疼 大批大挂 大开大合 放长肌远 收放自如 这是练习批挂拳追求的境界 他对身体的柔韧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经过几天的练习 保罗强壮的身体能否驾驭看似绵长舒展的披挂拳呢 训练之余 为了体验披挂拳的特点 保罗开始尝试和拳管里的其他弟子进行切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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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感觉他的手臂也特别放得很长 所以我一点也没有躲开 我觉得要好好的练习 要不然实战我就完蛋了 虽然保罗面对这里的老拳师显得毫无招架之力 但是刚刚的切磋却让我产生了一丝疑惑 劈 横 胆 这些单式看似威力巨大 但是他却要求席练者把拳头抡出去 如此大的动作会不会产生破绽呢 放上几万是对的 但是人家临近了 你不能在这动作痛 你看嘛这个动作虽然非常好 但是你在实用的时候 他速度太慢 打一个屁股 一块儿就打着 你是不是就打着手把子弹一样 都是亮枪 不是都打着手 老这不行了 一打着两个 老爷子啊 老头说过 不打人 你看刘四万人看 你出手我打你手 你打就打你这个地球 打你这个地球 再打你满窝 打你满窝 打的呀你出不来手了 你算败了 爱国将领七级光 在全经节药片里说 批挂横拳而其快也 称赞批挂拳 拳术快猛训变 但是不掌握核心进法 学来的也只是皮毛 批挂拳的核心进法究竟是什么呢 这个批挂拳的劲 陆路发扯 发扯路 那叫陆路 到你们的不知道 你们也念情 到我们这儿 脚底过去没有点 在井啊 到井里 弄一个斗子 就把上腰 把一碎腰回来 然后一倒 一撒手 看着陆路车 就打下来了 就要这个劲儿 陆路发扯发扯 所以说这两个人抡起来以后 就像那玩意一样 扎不上扁报 扎了就被扎失了 特斯尔要求那个玩意 这也是皮刮劲儿 苍州自古 武风盛行 除了各家的拳法 兵器种类也非常多 苗刀就是我们另外一个探访目标 来到武术之乡 我忍不住要比换两下 我手里这把苗刀可不得了 明朝的时候 抗窝名将七级光 就曾经用它 让窝口闻风丧胆 至今 这把刀仍然威力无穷 这把刀的威力到底怎么样呢 今天我们要试验一下 苗刀长五尺 兼有刀枪两种兵器的特点 1921年定名苗刀 因刀身修长四合苗而得名 民国时期 由于披挂拳的一代宗师郭长生 擅长苗刀 所以苗刀功夫在他的弟子中广为流传 其实我们在北京体育大学的 王花峰教授那里 已经见识过苗刀了 但是因为一般的苗刀是表演用刀 我们很难测试它的杀伤力 而在苍州 我们听传王老师有一把真正的苗刀 所以我们决定进行一次试验 试验即将开始 王志海老师却犹豫起来 经过现场沟通 原来这把刀对王志海老师还有着特殊的意义 由于苗刀刀刀刀身纠缠 因此我们首先要测试苗刀的穿刺力 前两刀刺中的是皮肉 接下来这刀刺的是有骨头的部位 那么大的伤口 如果是人的话就杀死了 这个肯定是没救了 王老师刚才他用的动作是叫什么动作 叫硬推刺 硬推刺 这个刀在实用的时候 它还有一个放手的动物 你不用说兵器 对了 你可不可以说对方刺过来以后 我用他 你看他为毛这样气 一被神一归 对方的这个气血也走了 气血走人家人也刺进去了 刺进去以后 从哪里回来 你看他在那里 你看他这个好像都是带拐子 这钉子型的 对了都钉子型的 你看咱们那个刺刀 你知那个刀槽是干嘛的吧 刀槽 就是把人的血槽 血槽就把人的疾苦 往里送气 要那个空气 如果说没那个槽 你平面捅了气 你拽不出来 对 被夹住了 这个意思 就是一刀就要命的 那肯定的了 咱们看到他这个刺的能力了 能不能劈啊 能 可以试试吗 小伙子劈 那个时候我还是很紧张 因为肉里面有骨头 如果只有肉的话 那对刀来说没有什么问题 你要把肉和骨头同时砍断 而且刀还不能有损伤 这个我真是心里没底 老老师 这块骨头是整个从这个侧面进去的 然后两根肋骨 一根脊骨 整个全断了 对 所以说 这个前面还在 要是过去那个 你看 后来这个二十九斤用的 二十九斤 更宽更厉害 咱们做那个动作的时候 是还有一个身体的一个下沉的力 整个也有一个身体的一个合力 当时你劈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就是滑了一下 滑了一下 你觉得那个阻力大吗 不算大 不算大是吧 它这种东西啊 它有个东西你摸 小它都不一样 摸 你看摸就不一样嘛 实际上 刀不动了 刀不动 步子在动 看来 那摇不动 磨了 就从于摸 摸也可以摸 不然也可以摸肚子 是 我看 我看 你劈一下都劈不了这么深 哎 劈一下不行 你看 劈一下 劈一下 我只能是在表面上 但是我要摸一下 是什么 哎 你转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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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伤人 对 对 哎 哎 哦 看了吗 这是我的 进去了 对 就像切那种感觉 对吧 好刀 好刀 好刀法 中华苗刀 你也看了 刀的杠跟别人不一样 你看看的那样 那个影儿 一地儿 我一开始看 我不想看 我老跑 我看回过这刀 因为它挂着 它跟你那样 试着就不一样 挂着一批 它变成 它有个洞 它这个还没等 洞就断了 见识过苗刀的威力 保罗又开始了披挂拳训练 而我和阿龙则要回到北京 因为在北京的工作室内 王华峰老师的动作捕捉数据已经分析完毕 披挂拳到底如何做到放肠机缘 你即将揭晓 这个就是咱们披挂拳的数据 是吧 对 这里面有没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特点吗 那我们注意到 它的这个双肩的距离可以看一下 双肩距离它会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变化 那么正常的距离 它一般是362毫米 双肩打开以后 这个距离是408毫米 能相近5厘米 对对对 肩膀可以松柔到这个程度吗 直接延伸增加5厘米 对啊 这就是披挂拳的重点 它就是 那披挂拳的人的肩膀非常活 它这个变化非常大 等于说它打别人的时候 就多出来5厘米的感觉 对 也就是说两个人身高和臂肠 完全一样的情况下 使披挂拳的人 它这个攻击范围会大大增加 攻击距离会远一些 对 两肩5厘米的距离 决定了披挂拳在搏击上的优势 回到苍州 保罗这一天的训练结束了 然而他能否驾驭这短短的5厘米 一周的时间 能否让他因为拳击训练 而相应的肩膀柔软下来 明天就是实战 到底能不能体现出披挂拳的特点 保罗心里还是没有底 我只学了基本的披挂拳的动作 而且觉得 一到实战就用不出来 所以我真的有一点害怕 第二天 最终的实战如约而来 而我们意外得知 智海武馆为保罗安排的对手 是一位身高必长都不输他的年轻人 那么谁掌握了最终的5厘米 谁就占据了场上的主动 保罗20岁 擅长拳击 身高1米83 体重78公斤 孙猛19岁 擅长披挂拳 身高1米83 体重75公斤 来 来 好 这一条皮股 哎 对 好 好 好 下转机,可以轻吗? 对 对,不错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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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刚才放了个椰子 这,这不是这样吗 嗯 哇,这个好 诶,这不是这玩意吗 对 对 那,那有提 我叫他 高颜 你看,你看他这腿 琵琶 诶,这腿了 你看了吧 对 你看他这腿 绝望,没力的 哈哈 好 好 感觉怎么样 空没那么位 做得不错呀,很多去披挂的那种全都出来了这种感觉 对啊,这几天没白练 对 不错,挺好的 好 好,休息休息 谢谢,谢谢 这是我最满意的一场实战 大家很高兴我用出来了所有的动作 咱们一块尝一尝咱苍州的特色小吃 羊肠菜 你能吃吗 可以吃 可以吃 那我就试试吧 你确定你能吃吗 你确定你能吃吗 有什么味道啊 有什么味道啊 鱼肉的味道 有什么味道啊 这个汤头脉下 真是多好 保罗的汤头很正好 对 味道非常好 那要稍微一点点 保罗在苍州体验到了纯正的披挂拳功夫 我们的设置组以为体验之旅可以就此结束了 而一条来自兰州的信息却再次吸引了他们的目光 一位武林奇人向体验真功夫发出邀请 说在甘肃兰中能够让我们看到一种别样的披挂神功 1899年一代武术大师马凤图在苍州延山学习披挂拳 随后他将自己的披挂武艺悉数传给了弟弟马英图 1926年马凤图随着西北军定居甘肃 解放后马凤图的四个儿子结合父亲早年提出的通辈理论完善了通辈武艺 至此披挂拳作为通辈武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西北地区流传开来 而马氏四兄弟也被称为马氏四杰 所以我们这次体验功夫之旅还没有结束 而探访的第三站就是黄河岸边的甘肃兰州 这次体验功夫 还没有连续 不过来 接下来 这是 接下来 谢谢大家 曾经在电影当中看到过 手拍钉子这个片段 当时我就觉得 电影里边全都是假的东西 没想到现实生活当中 真的有人用手去砸钉子 这个多厚啊 六公分 六公分 这六公分 好了你手背是 今天这是打开眼界 没想到来到兰州 看到这么厉害的批刮圈 刚才砸钉子这个张太师傅 他告诉我 他的师傅也在这 看来我们能见到 一位批刮圈的大师 走我们过去看看 刚刚呢 刚刚配一个人做女朋友的时候 就做了他的酒 哦 你说 你师傅 哦 在这 来来来 你不要换 你可以笑 这就是我的老师 郭老师 你好 你好 我们是中央电视台体 郭乃辉 通背武艺重要传人 先后曾在甘肃省体育运动学校 担任武术队 跆拳道队教练 持从马氏四节 学习通背武艺 郭乃辉 还是马氏四兄弟中 老大 马颖达的女婿 我们这个 批刮圈不光叫批刮圈 通背批刮圈 那是通背 不一样吗 基本上技术上差不多 在劲道上有点区别 等于说是另外一种的批刮圈 是一种 但是两个姿子分流的 两个分流的 通背武艺体系 主要包括批刮 八级 帆子 戳脚 和西北的棍树期限 西北批刮圈的基本技术 是以通背十二大趟 为代表的十二个单式 动作迅猛最渐进道 他这个柔韧性真是很好 他能打能做到什么程度 那个手能够到哪 够到这个屁股上 右手 他不是打到屁股问题的 都可以打到腿上了 做这个动作好像只能到这 你呢 你看不错 你看我讲一下 为啥这个打回来了退胸 就会了 你要不退胸的话 你看你打回来 一动 打这个 自己打 练的时候也是有一个作风 那肯定的 通背批刮 就是一个 八级跟批刮 很好的一个结合 再就是我们 最早以前 七十年代 我们打的时候 和八十年代打的时候 就是拳击的一种 听到郭老师说 通背拳里面 把很多拳击的一些东西 吸引进来 我觉得还是很神奇的 因为从来没有听说过 中国传统武术 吸收西方体育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对于练习拳击的保罗来说 可能会收获很大 我觉得你这个有点跟不上了 郭老师就不防 很快 说是 我知道您有很多 就是拳击的实战中 跟传统武术相结合的地方 你这个能不能教他几招 他容易学吗 这种 你像直拳 打直拳 是不是 我就一抱 就批回去 是不是 犯规动作吗 这个在比赛 画成版权 画成版权就可以 你看他可以 他这一架可以 再用这个就打了 是不是 因为他拼过这个 啪 这个就就这样 他拨会撤 交叉部 交叉部 一插 一插 他这个插 就是过去 偷人 后边偷部 这马甲这种部 叫什么 腰摆部 腰摆 就那个中的腰摆 中的那个摆 而且老中的摆 这个怎么用 这个 这是方便踢脚 两边都可以踢 踢完以后 我马上回来 踢完也回来 这个 这这这种 这种踢法非常科学 如果说身高 比敌人矮不少 这种情况下 正好这个步伐能缩短 呃距离 攻打进攻打 然后踢完了之后 又回到自己的距离 又回到自己的 这个脚落到这个脚 踢完才又落到这个 又拿着这个距离 对方又打不打 这叫腰摆 腰摆 就中的腰摆 对 戳脚跺了 就叭 就看全力就用这种步伐 就从这踩进去 是吧 就中 这叫距离 把身体的 把众签扔到前上 嗯 还有这个 郭老师应该应该 应该也方便转身的打法 哎 对 你看 他一打 叭 这个小腿上就踢了 你像 其中 介绍新书讲的 买腐尸 你打 踩着这种 踩着这种球 你击才能批出来 嗯 买腐尸 但你这 你打 你这躲开了 通辈武艺的技法 非常全面 首先他包括了 披挂拳的 放长机缘 然后他又包括了 八级拳的 近身格斗 还有戳脚的 腿法 还有拳击的步伐 也就是说 他的这个 灵活多变和全面性 是其他拳种 很难比拟的 回到了房间 保罗正在为几个词语 逃疼 保罗干嘛呢 在连字呢 我看你写的 通辈 那么多通辈 我们今天学的是哪一个 对 这个 通辈 准辈的辈 为啥叫通辈武艺 就是综合了很多东西 我就以马奋图老先生 一句话 老夫综合十门华 背外一体 成一家 就这一句话 我不管谁的东西 我都结合到我这里来 结成一家 通辈武艺 吸纳了各家武术之场 这也正如西北地区的 包容精神 兰州 作为一个多民族地区 当地文化 也同样坚严运高 第二天 留下保罗在武馆训练 我和阿龙去拜访马令达老先生 马令达 78岁 马师四杰排行老三 擅长兵器和散打 通辈武艺 重要传人 在他看来 通辈武艺 不仅是一种武术流派 更是一种武术理念 不仅包含多种传统武术技法 甚至在近代 西方拳法 例如拳击 也被很好地吸纳进来 俄式拳击 他转化 俄式拳击 他这样了 而且 欧洲和暴击机 他都不要 所以我的拳击小时候 就跟着我二个学生 他当时在练回来 没有陪着练 我就陪着他练 那现在是不是说 咱们那个 就因为那么开明 把西方的东西也吸纳进来 对传统拳的 对通辈拳 有没有一个改进 有 马老不仅擅长拳法 在兵器上也有很深的造语 他认为西北的棍法最有特色 这个西北的棍子座 天气棍 风魔棍 大牛丝 小牛丝 普参棍 这都是西北的棍法 西北的棍法 手法很密 而且传绍很好 为了体验这里的棍法 尤其是风魔棍的实战威力 我们跟随郭老师回到了体校 这棍子很轻啊 这个能打人吗 可以吗 看起来也很轻 对 郭老师 咱们这个棍法 我看起来这个力度不是很大 是吗 他只要打巧劲 拙劲 轮劲 劈劲 劈劲 就打的就是一个巧劲 滑劲 插劲 插劲 就是不是为了一下打在身上就很致伤 因为他太沉了以后就笨了 就是他可以很准确的击打到人的某个部位 你像镯 苗眉 镯心 肢骨 上中下山 三种枪法 它属于枪法上 劈 划 又是一种划法 就直接可以点到 对 打的都是你身上最疼的地方 齐齐王讲了 枪的索要索 扇扎手和脚 先打手和脚 鸡上又加鸡 扎的还先吃 他都打的手和脚 因为你手拿不住这个棍子了 你就没法三斗了 既然这个棍子那么厉害 那么准确 我们能体验一下吧 阿龙你觉得怎么样 现身吧 来试试 我要戴手套啊 专打这些薄弱和你 由于封魔棍朝朝不离要害 所以设置组出于安全考虑 让阿龙配合郭老师一起展示封魔棍的威力 这下是奔着我手来说 手如果握住了的话 就批那手 这苍龙白武 你看 对 哎 这下 不懂 哎 这下 就绝出 啊 又动了 直接是手了 就是为了夺他的兵器 对 把他能卸掉 齐齐王讲 枪是索要索 钻扎手和脚 打枪他 不许在这 你 哎 你做 就是说 你看他可以来枪 手压得扣 就是 又在手 对 是索要索 钻扎手和脚 极上一架 极扎的 可以很齐 啥 我觉得 我觉得那个 他奔着目标去了 然后收在手 就能把这个 手上的肚子给做出来 像粘漆 好险 好险 手踏还是管用 管用 那么轻的一根棍子 杀伤力很大 很大 要我只有一个选择 偷笑了 现在 马琳达老师和郭乃辉师傅 还在甘肃进行武术传播的工作 而在北京和苍州 王花峰和王智海这两位师兄弟 也在为披挂拳的传承做着努力 无论在北京体育大学的校园里 还是在智海武术馆练工房里 无论是在黄河补义的西北府 还是铁狮子故乡的武力圣地 经过一代代披挂人的不断努力 神秘古老的披挂绝学 仍然充满活力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解读精彩赛事 品味运动人生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见 这是更加智慧和清洁的取暖方式 格力全能王空调 可以让我们用更加节能 安全 清洁 方便的方式取暖 格力 和你一起 开创蓝天新时代 我是董明宗 我们要给全世界造考空调 格力 掌握核心科技 逃婚三次 我逃避的不是你 我逃避的是婚姻 我恨你 给一个逃婚的理由 他会接受吗 我要让你知道 什么是一个男人的责任和承诺 你愿意娶我吗 我愿意 给几个逃婚的理由 你们同意吗 我们不同意 那我就李嘉诚导 你们做人就不能那么自私 这样说 不要吵啊 我希望我和小眼 能像宁灯伯母一样 让我们幸福地生活下去 结婚一周年叫纸婚 我们要努力让我们这张纸 成为牛皮纸 二月份结的婚 十二月份还没有动静 就这样的邪法 我们俩就像一生孩子的工具 我以为她不是机器 散活 如果有足够离婚的理由 爱依侍奉应该结束 李念 李东雪 高亚林 马林 欢乐接手 小样 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做完这一辈子 中央电视台电视讯主导 是婚 野兹 为什么 什么 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